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车的动力种成总体来说还是挺靠谱的 因为我们摆登车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太多的负面消息 但是均约车比较大 车重也比较大 就算搭配的2.0T的发动机 它的油耗我们的经验至少得12 3个 就是说工信部的油耗10个多一点 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咱一般开不出来 像您说的17个有点偏的高的太多 正常城市拥堵路段 14 5个就算多的了 我建议您去做个检查 如果这是个本地的一手车只跑了5万公里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最近说冷车稍微有点顿挫感 我建议您去检查一下 通常来说把变速器箱油换掉 清洗一下挂挡划划 因为它六档的变速器是爱信的 质量非常靠谱 但是它提速毕竟这么大的车会稍慢点 我觉得属于正常 任何车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有优点有缺点 您买它就要接受它 均约比较大 比较笨重 所以您不能着急 就是说这车飘自由加速还可以 你要指着就是说那种突然一下子 就是加速很凌厉它做不到 这个车我觉得要是向您描述的 这个价格和这个年限 还有这个行驶领程是完全靠谱的 您不要有这种想法 任何车它有优点和缺点 就因为这点小毛病 您说要卖了它 我觉得不值 所以老胡的建议是 首先第一 实际个油耗 这个确实偏高 去检查一下 第二个 变速箱顿挫 我觉得你去换一下变速箱油 去检查一下滑滑 就应该有所改善 可能你油耗偏高 跟这也有关系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结束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卡汽车 点击并在下方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